绘制草图的这个流程 绘制草图的流程 就是我们刚才在演示当中 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有基准面 或者是已画好特征的表面 这个草图一定要在一个面上生成 所以那么第一个你一定要首先选择面 选择好面以后 直接单击这个面 直接进入草图绘制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草图绘制状态了 那么进入草图绘制状态 就有点像和其他一些绘图工具相似了 通过直线啊 巨型啊 还有一些剪裁啊 你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草图都绘制出来 并且能达到你的这个使用要求 尤其是要使用到几何关系 你像我们画一根直线吧 画一根直线 这直线我们的意思是像它是像水平的 那么你画完这个线可能由于鼠标一抖动 没有平没有关系的 单击这根直线 左侧这几何关系能帮助我们确定 这根线是像它水平 那么它自动就放到水平状态了 我们一般都是先画草图基本元素 完之后通过定义几何关系来进行草图的阅数定义 你像我们这个草图就是你这草图这画出一根直线来之后 这根直线这还能动呢 你这上下这位置都没确定 这底下状态篮里就显示了 你还欠定义 你可以通过一些标注来把这个尺寸都给它定下来 一旦确定之后这根直线就变成黑色 黑色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直线的位置就确定了 如果点是蓝色 那么就是说你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确定 我们这个点的这个坐标 你要进一步的确定 一旦确定 你看这个点也变成黑了 如果这点是蓝的 说明这个点还没有确定下来 单击右上角的确定按钮操头 就可以绘制结束了